1933年 年仅20岁的贺炳炎已经是红军的团长了 但也正是在这一年 极左的肃反运动开始了 贺龙部队中的党组织被取消 大批在敌人屠刀下兴奋的红军干部 特别是中高级干部 成为肃反的主要对象 5月13日夜 贺炳炎侦查地形回来 刚刚拉开被子躺下 就被肃反队员带走了 理由是他参加了由陈公伯等组织的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贺炳炎被开除了党籍 关押在改组派连随时候审 贺炳炎个子虽然不高 但是力气大 将他兴如烈火 所以把他关起来的时候 别的人关着是用一根绳子给他捆着 他用两个绳子 但是当时红军里缺的就是能打仗的军事干部 贺炳炎虽然人被关起来了 但是打仗的时候还得上 还得把他从改组派连调出来指挥作战 但是一打完呢 还得把手里的伯克枪交出去 回到改组派连去 贺炳炎一直被关押到第29天的时候 贺龙行军途径该组派连 才把他保释出来 当时贺龙非常愤怒 说贺炳炎十五六岁就参加革命 如果他真是反革命 他会这样不要命的打仗吗 会这样提着脑袋冲锋欠镇吗 有这样不怕死的反革命吗 1935年11月19日 红二六军团开始谈争 行军途中 党员干部给伤病战士背枪 把罗马让给伤病员来挤 在瓦乌唐战斗中失去右臂的贺炳炎 不仅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挤 还把江省缠在了断壁上 亲自牵马引渡 放眼望去 一列列队伍有序行进 贺炳炎断壁千马穿插起劲 此一行的战士们看到这一场景 都感动地留下了眼泪 爬雪山过草地时 由于缺衣少时 有的同事挺不住 贺炳炎便鼓励大将 我只有一只手 还要吃点菜 坚持下去 活着去向党中央报道 同事 幽灵之手 更要有信心活下去 征途迢迢 观山重传 红军官兵凭着尖变的性命 战胜强顶 科夫险祖做完了漫漫征途 于1936年10月20日到达惠里 胜利完成了 五十八百千年10月20日到达惠里 1193年10月20日到达惠里 吴飠里